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28章,美股收益 这一章考试一般的情况下是客观题 偶尔考试在大题里有,算这个美股收益 比如有时跟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内容结合 这种情况是有的 第一节,美股收益的基本概念 但总体来讲,分数不是很高 美股收益 市值普通股股东 美持有一股普通股 所能享有企业净利润或需承担的亏损 这是美股收益 美股收益是分有基本美股收益 还有稀释美股收益 那第二节,基本美股收益 它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当期净利润 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那如果说发行在外股数在一段期间有变化的话 那要有一个价权平均的概念 它计算的时候期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然后你当期新发行的普通股 那乘以发行时间除以报告期的时间 就说在存在的时间折算成年度呗 如果是属于3月1号发行的 那你乘以十二分之十 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 长一回购时间除以报告期时间 那你不存在的这个时间折算成年度 比如说你10月1号回购了 不存在的时间是有三个月 那就乘以三分之三 有个提示 公司库存股 不属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你回购自己股票 那就不算了 我们看17年考试的单选题 这个题目里面 说下列各项中 不会影响假公司17年度 基本美股收益金额的事 假公司为净利上市公司 17年度 假公司涉及普通股股数的 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一年初发行在外普通股 两亿五千万股 那你肯定影响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你有股数吗 分母就说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年初有肯定影响 第二呢 3月1日发行普通股 两千万股 那你当年发行的 我们肯定要算数 算加权平均数 那第三 5月5号 回购普通股八百万股 那你回购了算加权平均数时 肯定要把这份剔除 比如你五月初要回购的 我们八百万乘以 那十二分之八 那这份要剔除 第四 五月三日注销库存股 那库存股 已经不算数了 不算发行在外 你注销时 与美股收益 没什么关系 所以不会影响的 就应该是B 当期注销的库存股股数 那第三节 稀释美股收益 那一个是基本计算原则 我们稀释美股收益 是说获利年度 美股收益达到最小 那如果是亏损的 加大美股亏损 属于不利情况下 反映了美股收益 那一个是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比如说 像可转换公司债券 认股权证股份集权 这些都是 那这要关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说潜在普通股 是否具有稀释性的 判断标准 要看持续基因 美股收益的影响 要是获利年度 减少持续基因 美股收益 那亏损年度 那应该是 加大美股亏损 这个表明具有稀释性 否则具有反稀释性 那比如说 涉及到的 认股权证 股票期权 它不会影响分子净利率 但是会加大分母 因为要增加普通股股数 加大分母 对于获利年度 那是具有稀释性 如果亏损年度 它就是具有反稀释性 所以这是说 减少持续基因 美股收益 增加持续基因 美股亏损的 是的话具有稀释 否则具有反稀释性 我们调的 一个是分子调整 比如说可转换公司债券 因为涉及到 假设转换了 我们利息就不付了 扣除所都是影响 分子又调整 那分母当然涉及调整的问题 可转换公司债券 假设转换成股份了 任股权证 股票期权行权了 那当然要对分母进行调整 我们调的过程中 要注意的问题 要考虑时间权重 就是以前发行的 西式性前代普通股 应当假设在当期 七初转换为普通股 认为是七初转换 这是以前发行的 当期发行的 西式性前代普通股 是发行日转换 不是什么签协议的事情 那第二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我们算西式美股收益 净利润 那当然是归属于 普通股普通净利润 我们要加上的 假设转换时增加净利润 那这是属于分子 分母呢 是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券平均数 这是算基本美股收益是用的 我们要加上假设转换所增加的普通股 股数的加券平均数 那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用增加的利润 增量的美股收益来计算 那如果是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和基本美股收益比较 增量股美股收益小于基本美股收益 有西式性 那如果增量股的美股收益大于基本美股收益 你不用往下再算了 肯定没有西式性 第三呢 是认股权 认股分期权 盈利企业 那当然就考虑西式性 如果是亏损呢 它就有反西式 我们在算增加的普通股股数时 因为你分母要增加股数 那这种情况 是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减去行权价格乘以你发行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除以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种情况 行权价肯定低于市场价 否则人不行权 那我们用行权价格乘以 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是假设它行权了 我们应该得到的现金 这应该跑理解 那如果说我们要是发行股票 正常情况下发行股票 去筹集这么多钱 需要多少股 那就除以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那这个数字肯定比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数 要小 那所以它就属于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这么个概念 我们看21年的单选题 20年1月1日 假公司对外发行2000万份认股权证 行权日为21年7月1日 每份认股权证可以在行权日 以8块钱的价格认购假公司 一股新发行的股份 20年度假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为6000万股 每股平均市场价格是10块钱 20年度假公司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是58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20年度的稀释美股收益是多少 那我们看行权日 行权价是8块钱 而这个发行在外普通股 每股平均市场价格是10块钱 行权价肯定比它低 要行权 有2000万份认股权证 那看一下说调整增加普通股股数 2000万乘以8 假设行权我们会收到这么多现金 收到这么多现金 在要是发行股票获得的话 需要多少股 每股的市场价格10除以10 那这个是1600 但是一份认股权证 我们得给人一股股票 所以给认股权证持有人股票是2000万股 多了400 这叫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然后现在发行的时间是20年的1月1号 所以那我们这边普通股 基本美股收益算的 发行在外普通股家权平均数率1000 那直接给了 调整增加股数 400呢本来要乘以时间权重 那你乘以12分之12 如果真的是4月1号的 那你还要乘以12分之9 那这就要调整增加的股数呗 实践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中 净利润5800 然后除以股数 包括调整增加的 算的是70美股收益 所以0.91 那地是正确 我们接下来再看 19年的一个单选题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中 对甲公司某8年度 基本美股收益 不具有稀释作用的事 我们看哪个没有稀释作用 甲公司为上市公司 其某8年度基本美股收益 每股是0.43 甲公司某8年度发生的 可能影响其美股收益的交易 或事项如下 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其当年的增量股 美股收益 0.38 那比基本美股收益低 它具有稀释性 如果增量股 美股收益 大于基本美股收益 那不具有稀释性 我们再看第二 授予高管人员 2000万股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 每股是6块钱 这是行权价 然后题里面说 甲公司某8年度 股票的平均市场 价格是每股13 那行权价格比他低会行权 你要高的话 他不行权 那这种情况呢 肯定 是涉及到 调整增加股数的问题分布 那就有稀释性 因为分子没动 这是主要获利年度 当然有稀释性 那我们再看第三 接受部分股东 按照市场价格的增资 发行在外普通股 增加3000万股 那你市场价取得的 没有任何稀释性 筹集来资金 当然后面也正常 给我们取得一些利润 所以这个股东增资 不具有稀释性 第四 发行任股权账1000万份 每份任股权账 持有人 有权以8块钱的价格 认购甲公司一股普通股 同样他分母会涉及到 调整增加股数的问题 具有稀释性 我们正确的就是地培 第四呢 是限制净股票 说上市公司采取 授予限制性股票方式 进行股权激励的 其在等待期内应当按照以下原则 计算美股收益 第一个 等待期内基本美股收益计算 那我们这里面呢 是按照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当期净利润 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来计算 说限制性股票 由于未来可能被回购 所以再算基本美股收益 是不把它包括在内 说上市公司在等待期内呢 基本美股收益计算 是发放的现金股利 是否可撤销 采用不同的方法 一个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所以这个分子啊 应扣除 当期分配给 预计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持有的现金股利 你未来可解锁的 成为正式股东 所以这项股利把它给扣 那分母呢 你们现金股利可撤销 分母不应包括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分子呢 应扣除归属于预计 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的净利润 那这个实际上有点争议 如果考试真的万一出现这个来呗 题目以前出的都是 现金股利可撤销 你要真正扣股利的话呢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那你把股利别管说 未来解锁不解锁 反正要不会来了 应该都扣了才对 但这边给的就是一个净利润 那第二等待期内 息质性美股收益计算 那是假定啊 企业所有发行在外的 息质性潜在普通股 均呢 以转换为普通股 而计算的美股收益 都假设转换了 那全算上呗 限制性股票的股数要算 等待期内计算 息质美股收益时 应是解锁条件不同 采用不同的方法 那第一个呢 说解锁条件 仅为服务期限 那这种情况 行权价格低于当期 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是要考虑息质性 然后这个行权价格 是限制性股票发行价格 加上呢 资产负债表示 尚未取得职工服务的 供应价值 像年初发行限制性股票 股票的价格12 你从外边买回来12 本来这时刻的价格 就应该12 但你发行价格是6 T率对象买去6 但6要求的提供服务期限 那如果说一点没提供 那价格呢 买正常应该12 但过了一年了 那我们看 就是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 本身供应价值6 12块钱买回来 卖给基地对象 6啊 他就是6 那等待期绕三年的话 第一年年末 6再加上6乘以三分之二 等于10倍 就是他的价值还有10 相当于第一年 你要买的话 第一年年初是12 第一年年底就变成10 第二年年底变成8 第三年年底正好就6 这么个概念 所以这叫行权价格 那我们新市美股收益 当期净利润 除以普通股家圈平均数 然后调整增加普通股家圈平均数 普通股家圈平均数 那限制性股票股数呢 要减去呢 就是这个 行权价格乘以限制性股票股数 除以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你要在当期发行的 还要考虑实现权重 其实这一块 你行权价格确定了 跟那个认股权证 那个计算呢 其实是一样 解锁条件包含业绩条件 满足业绩条件的比照前面的处理 大致看看 那第五企业承诺 将回购其股份的合团 那回购价格当然要比市场价格高呗 那这种情况呢 增加普通股股数 是回购价格乘以承诺 回购的普通股股数 除以当期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然后我们再减去啊 承诺回购的普通股股数 回购价格比市场价格高 那我们回购价格乘以承诺 回购的普通股股数 这么多钱 假如说当期发行股票方式去筹集 需要多少股 那除以当期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但这个数字肯定是比承诺回购的普通股股数多 所以就增加普通股股数 因为毕竟回购价格比市场价格要高 那当然对于亏损企业来说 它是具有反吸食性的 盈利的才是具有吸食性 那这也要知道 我们看20年的单选题 15年 甲公司向乙公司以每股10块钱 发行600万股股票 约定19年12月31日 甲公司以每股20元的价格回购乙公司 持有600万股股票 19年初 甲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为2000万股 当年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没有变化 19年度甲公司实现净利润是300万元 甲公司普通股 股票平均市场价格每股15 那回购价格肯定比这平均市场价格要高 甲公司19年西市每股收益市 调整增加普通股股数 那就是回购的600万股乘以回购价20 你真的要回购需要这么多钱 发行股票方式去筹集除以15 你股票市场价格15 需要这么多股数 这应该是800万 发行800万股材能得到这么多现金 但是你真正回购的只有600万股 所以多的那部分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那当然 那这一块呢 也是属于19年年初 所以呢 200乘以12分之12 也要考虑这个考虑时间权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算的话呢 2000加上200乘以12分之12 这是属于分母分子300 算的0.136选项一正确 第六的多项前代普通股 这大致一般自己看一看 就是说如果多项先排队 排队一项一项往下算 直至每股收益最低 第七呢 那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发行的前代普通股 也大致看看 第四节 每股收益的猎豹 一个重新计算 重新计算 实际上是为了体现一个可比 那如果说要不重新计算 像利润表 本年每股收益 那跟比较报表上年数吗 就没法比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种情况 一个呢是属于20年的 那一个呢属于21年的 如果净利润实现的数 是一个亿 然后发行在外的股数 20年的也是一个亿 这样我们算的每股收益 就是一 那如果 21年 现在这个公司净利润增加了 到了1.5个亿 但是做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股票股利时送时 那股数现在就变成两个亿了 这样21年算出的每股收益数呢 就变成0.75了 我们会注意到 0.75 你和 比较报表如果再反应 那不行 人家净利润增加了 50% 你每股收益给降下来了 那怎么可行 可行 能行呢 所以对于这个数 我们要重新计算 就认为呀 这个股票股利 在20年就有一样 所以我们计算的时候呢 就用实现净利润1除以2 那等于0.5 这个就属于一个重新计算的数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0.75跟0.5比 没问题了 就知道了一个重新计算 像派发股票股利 公积金转增股本 拆股并股 因为股数变动 为了体现可比 就要重新计算 有一个提示 对于不影响所有者权益总统 但影响股本数量的业务 也没有对价 股票股利 10送10 10送3 所以你不要考虑什么时间权重 只是对原来发行在外普通股 股数的一个按比例扩大 或者说呢 原来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的按照比例扩大 这什么意思 那比如说20年 我们年初有多少股 4月1号增加多少股 20年呢 当时到年底时算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那是一个加权平均算 那如果说21年 我们分了股票股利 比如说10送10 那你对20年的是一个 加权平均数的扩大 这样的概念 我们看21年的单选题 甲公司19年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为2400万 19年1月1日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是1000万股 然后19年的4月1号 分派了股票股利 以总股本1000万股为基数 每10股送4股 就是相当于扩大了1.4倍 20年7月1日 新发行股份是700万股 21年3月1日 以20年12月31日 股份总数1700万股为基数 每10股以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两股 那甲公司 20年度财务报告于 21年4月15日 经批准对外报出 那我们算的时候 还要考虑一个日后事项期间 认为是属于报告年度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甲公司呢 在20年度利润表中 势势的 19年度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 那我们看一下 甲公司19年 基本美股收益 他当时计算时是 2400 19年实现的净利润 2400万 19年1月1号发行在外的是 1000万股 这是1000万股 然后19年呢 他4月1号分派股票鼓励 说是每10股送4股 所以这一部分 那就1000除以10乘以4 或者分母直接是1000乘以1.4 也行 是对原来的1000股 说的 10乘以4 这样呢 是1.71 我们再看甲公司 21年3月1日 那是20年资产负债表日 财务报告批准报酬日 之间的事情 以资本供给转增资本 那又有一个扩大 那应大潮调整后的股数 重新计算各列宝期间 每股收益 那现在 日后事项期间 每10股资本供给转增股本两股 1.2倍 那你要把原来的 19年每股收益 再除1.2 肯定是减少的 那你重新计算的吗 往少楼来 因为分股力了 分股加大了 1.71除1.2 等于1.43 那选项D 就是正确的 第二配股 配股价格当然比市场价格低 我们重新计算的时候 同样要把原来比较期间 每股收益给降下 那降下来呢 就有一个调整系数 调整系数计算 先是每股理论出权价格 就是你正常的 要是配股发行了 看有多少市价 总市价是什么 行权前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供应价值总额 那你配股呢 肯定也收到钱 加上配股收到的款项 这是总的盘子 总的市价 除以行权后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 这是理论上的出权价格 那调整系数 那就是行权前发行在外 普通股每股供应价值 除以每股理论出权价格 那这数是大于1的 那就是把每股收益数 要重新计算的时候降下 这样呢 因配股重新计算 上年的每股收益 就用上年度正常算 每股收益除以调整系数 因为调整系数肯定大于1 而本年度 基本没够收益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当期经理论 那是配股前发行在外 普通股股数 乘以调整系数 你把分母给加大了 不也是相当于降下来了吗 那配股之后就正常了 这是配股前的 那这个调整系数 乘以配股前 普通股发行在外的 时间权重之前的 之后的 那就是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上平均数就完了 然后说上述变化 发生于 资产负债表日制 财务报告批准报酬之间的 应当以调整后的股数 重新计算 各列宝期间美股收益 我们前面也看到过这种情况 那下面说 需要说明的是 要是企业有发行在外的 除普通股以外的金融工具 那你可能会对 净利润进行调整 比如说 把优先股 或者永续债 分类为权益工具 那这种情况 是通过利润分配方式处理的 它没有影响净利润 但这部分钱 普通股股都拿不到 所以 要是累积优先股 当期有多少都得扣 非累积的 当期宣告部分要扣除 你不扣除 算的就不对 知道下这个事情 那第三呢 以前年度损一的追溯调整 追溯重述 按照相关规定 来进行处理就行了 那猎豹呢 一般大致看一看 那这张就到这里 同学们好 我们学习第29章 公允价值计量 那这一章相对来说 不太重要 考试如果有一般 就是一个客观题 那第一节 公允价值概述 一个是公允价值的 定义 公允价值 是指市场参与者 在计量日发生的 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 所能收到 或者转移向负债 所需支付的价格 那如果说 不是站在市场参与者 角度上计算出的数字 与公允价值准座无关 那比如说 我们是未来现金流量的 限值 这你自己算 说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 这也你自己算 那股份支付里面 我们计算 授予日权益工业的 供应价值用什么模型 这都不是市场参与者 那都不能算数 但是说 你要确定 每一股股票的 供应价值多少 那是真的有市场参与者 在那买卖股票 收盘价 这是 计量日 比如资产负债表示 有序交易 不是有序交易不行 那这里面呢 出售一项资产 所能收到的 买方认可 能够脱手 转移向负债 你付人多少钱 人得接受 所以叫脱手价 第二个问题 供应价值的 和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从四个方面 涉及到 相关资产或负债 然后是 有序交易 然后看这个市场 就是说 你在主要市场 或最有利市场上 那还有市场参与者 先看第一个 相关资产或负债 说是指其他 相关会计准则要求 或允许企业 以供应价值计量的 资产负债 也包括自身权益工具 那比如说 以供应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那按照这个来 资产减值里面 供应价值 确定的可收回金额 供应价值减于 属于负用金额 这算数 但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就没有站在市场 参与这个角度上 这就不算数 知道一下 第一个 相关资产或负债的特征 这个说的是 我们要确定 供应价值时 你要考虑什么 这就是它的特征 比如说资产的状况 即所在位置 你要确定 一项资产的价值 或者资产组的 那它的特征 就是说状况 几成心 这肯定要考虑 像所在位置 那比如说房子 一线城市的 跟三线城市的 当然差距很大 还有呢 出售或使用资产的限制 那有时 如果一项资产 要是被限制了 它的价格 跟不受限制的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的股票 有的在禁售期内 禁售期内 对外是不能转让的 但是他们股东之间 他们可以转 内部的 我就见到过 当时有一个上市公司 两个股东之间 按照多少个交易日的 市价 七折就交易了 因为它有禁售期嘛 所以它有限制 那同样呢 我们看这个宅基地 工业用地 那价格当然也不一样 所以这要考虑它的特征 然后再有说交易费用 这个确定 供允价值是不要考虑 那交易费用 是交易发生时才有的 那比如说 我们要是买股票 市场价格 每股五块钱就五块钱 你确定它的供允价值时 或者确定这项资产的特征 我们不要去考虑交易费用 什么业花税啊 佣金手续费不要去管 但是交易发生时才存在的 到底不属于资产特征 那对于呢 限制 你还要进行分清 它是资产本身的限制 还是针对于资产持有者的限制 如果说只是针对于资产持有者的限制 那并不是属于资产特征 比如说一项宅基地 资产的持有者 把它抵押了半年 那还是值钱 但如果是资产本身就不一样了 刚刚说 你工业用力宅基地 那就不一样 因此限制资产本身的是资产的特征 如果是针对于资产持有者的 那就不是属于该资产的特征 第二个是计量单元 是指相关资产或负债 以单独或者组合方式进行计量的最小单位 那叫做计量单元 计量单元可以小 比如小到每一股股票 那也可能大 涉及资产组合 负债组合或资产负债组合 比如有时你并购一家公司 可能整体上来算这个单元 第二个是有序交易 那我们确定供应价值的时候 是在有序交易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有序交易说的是 计量日前一段时间内 该资产或负债具有惯常市场 活动的交易 那你被迫 清算的抛售的 这个不算数 那接下来是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 按照准则说 你确定供应价值时 首选的是主要市场 然后是最有利市场 如果主要市场没有是最有利市场 主要市场指的是交易量大 活跃程度高 那如果确定不了主要市场 就是最有利市场 最有利市场是总的 你考虑的净现金流 最多的 所以流入都要算 那你任何流出都要算 包括交易费用也要考虑 虽然说交易费用并不属于资产特征 但是你在判断 哪一个是最有利市场的时候 所有流入流出都要算为内 最终确定了某一个最有利市场 确定供应价值的时候 是你的流出里面交易费用不要减 因为交易费用并不属于资产的特征 这是这个概念 我们要清楚 企业在确定最有利市场 是要考虑交易费用 但是因为交易费用不属于相关资产负债特征 你确定供应价值是不考虑的 我们看第八年考试的单选题 甲公司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取得十台生产设备 合并日以供应价值计量这些生产设备 甲公司可以进入X市场或Y市场 出售这些生产设备 合并日相同生产设备每台交易价格 分别为180万和175万 是每台这么多 那就说你交易价格最终会形成流入 如果甲公司在X市场出售这些合并中取得的生产设备 需要支付相关交易费用100万 将这些生产设备运到X市场 需要支付运费60万 那如果甲公司在外市场出售这些合并中取得的生产设备 需要支付相关交易费用80万 那将这些生产设备运到外市场需要支付运费20万 然后体理说 假定上述生产设备不存在主要市场 那你要考虑 最主要市场来确定它的供应价值 而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 甲公司上述生产设备的供应价值总额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计算你先要看到底是X市场 是最有利市场还是外市场最有利市场 确定完了 用这个交易价格只能减掉运费 不要扣交易费用 那前面也谈到了交易费用是 交易发生时才有的 它并不处于资产特征 我们看 X市场出售该生产设备能够收到的进口 你看收到进口多少呗 X市场出售 每一台呢是属于180 因为这里面告诉了 那每台交易价格X市场180 我们现在一共是10台吗 所以净的现金流入10乘180 我们要减去交易费用100 减去运费60 你确定的哪个进额高 所有流出都要减去 那现在是1640 再看外市场出售该生产设备能够收到的进口 外市场出售呢 每一台的售价是175 那时长175 我们要减去呢 交易费用80 减去运费20 那等于1650 哪个最高进现金流 1650 那就是外市场 然后呢 确定供应价值时 流入数时长175 交易费用的80 不要扣 我们只能减去运费20 所以1730 选项地势正确 第四呢 是市场参与者 就是站在市场参与者的角度上 知道这概念就够了 我们看第二节 供应价值计量要求 那一个是供应价值初始计量 我们开始也谈过 它是个脱手价 知道这概念 第二呢 是估值技术 估值技术到底用什么样的 一些技术方法 来确定供应价值 如果估值技术呢 通常包括市场法 那市场上呢 我们在根据一些情况的进行调整 还有收益法 比如说有典型的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折现 另外还有成本法 那接下来我们看21年的一个单选题 20年1月1日 甲公司以1200万元购买乙公司10%的股权 乙公司为非上市公司 甲公司将对乙公司的投资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年12月31日 甲公司在确定 以公司投资的供应价值时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事 A 甲公司可以采用 现金流量折现法 进行估值 使用税后的现金流量和税后折现率 但是购买10%又非上市公司 你要对它进行估值 那估值当然可以用现金流量折现 那你看未来有多少现金流量折现 那折现呢就说 如果税前的现金流 那你就税前的折现率 税后的就用税后折现率 所以这就没有问题 A就是对的 B 甲公司同时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 进行估值 那甲公司选择估值结果较高的 市场法估值结果 那作为以公司股权的供应价值 那没有说说哪个高 就取哪个 那个不行 你要运用更多的职业判断 确定恰当的估值技术 那么不能说选择较高的 作为它的供应价值 那B就不行 C呢 鉴于持有乙公司的投资 尚未超过一年 以1200万元作为供应价值 你现在是1200万买的 那以后当时是 后面就不是了 说没超过一年 就不是说它的供应价值就不发生变化 这肯定也不行 D呢 甲公司可以采用乙公司同行业 上市公司适应率 对乙公司股权进行估值 你要同行业市场法呢 当然要经过调整 你不能用比 用人家的 不能直接采用 所以A是正确的 第三个大的问题是输入值 也就是说你确定供应价值值 都输入什么变量 用的什么样的假设 比如说我们要确定 买某一个公司股票 那供应价值怎么定的 就是按照某一天什么收盘价 那这就是输入值 那企业以供应价值计量 相关资产或负债 应当考虑市场参与者 我们要求呢 必须站在市场参与者的角度上 在对相关资产或负债 进行定价时 所用的假设 是这样的 输入值我们是分可观察输入值 还有不可观察输入值 那你使用估值技术时 肯定先要优先用可观察的 你没有办法确定 可观察输入值的时候 你才能用不可观察的 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 那第一个呢 供应价值计量中相关溢价 折价这一般的了解一下 第二以出价 和要价为基础的输入值 那企业呢 可使用出价计量资产投尊 使用要价计量负债投尊 别搞反了 如果说使用出价计量负债投尊 要价计量资产投尊就错了 那有时也是客观体里面 可能作为其中的一个选项出现 那第四呢 是供应价值层次 准则将供应价值 是分成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是可观察不需要调整的 那你真正估值选用时 如果有可观察不需要调整 优选 那第二个层次输入值 是可观察的 但需要进行调整 也是能够观察到 但你要调整不能直接用 第二层次输入值包括 第一个活跃市场中 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那如果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 或负债报价 那就第一层次了 都不用调 要类似的资产 那当然我们还得调整 所以它就属于第二个层次 你有资产吗 能观察到 那第二 非活跃市场中 相同或类似资产 或负债报价 如果非活跃的 那价格呢 实际上 你即使相同的 我们也需要进行调整 那类似的 当然更需要进行调整 那第三 除报价以外的 其他可观察输入值 包括在正常报价 间隔期间 可观察的利率 和收益率曲线 反正也能够观察到 你需要调整 都第二层次 还有像市场验证的输入值等 第三层次输入值 那根本就观察不到 叫不可观察到 你像说 股票波动率 那真的没人观察到 我们再有 如果说算 气质费用限制 即固定资产 那气质费用未来发生多少 你也观察不到 用自身的数据 做出的预测 那这些都是观察不到 都属于第三层次 第四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 所属的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 所属的层次 由对公允价值计量 整体而言重要的输入值 所属的最低层次决定 比如说你同时涉及到了 有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 那整体而言重要的输入值 我们要选最低的第三层次 你不能说要选高的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 所属的层次 取决于估值技术的输入值 这就是一个概念 而不是估值技术本身 比如说我们估值技术输入值 你输入的是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还是第三层次 取决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取决于市场法 收益法成本法 企业在确定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 所属的层次时 不应考虑 未取得基于公允价值的 其他计量所做的调整 例如计量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处置费用 那你不要去管它 我们就考虑它本身 看201年的单选题 公允价值计量所使用的输入值 划分为三个层次 下列各项输入值中 部属于第二层输入值的市 活跃市场中 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那这是第一层次输入值 因为有活跃市场 资产负债又相同 那它就不属于第二个层次 因为这是第一层次 B 活跃市场中 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那你有活跃市场 但是资产不相同的 就是可观察 这种情况呢 我们需要进行调整 所以属于第二层次 C 非活跃市场中 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那是第二层次 就非活跃市场 别管相同或者相似 都是第二层次 D呢 非活跃市场中 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那属于第二层次 这个A是正确的 那再看19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 关于公允价值层次的表述中 不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的是 A在计量日 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 在活跃市场上 未经调整的报价 属于第一层次输入值 没问题 有活跃市场相同资产负债 那就第一层次 再看B 除第一层次输入值之外 相关资产或负债 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属于第二层次输入值 那是啊 可观察的 需要调的 就第二层次 因为第一层次不需要调整 我们再看C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 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重要的输入值所属的最高层次确定 那这个不行 这是不符合准则规定 我们用的是最低层次 不是最高层次 那再看D 不能直接观察 和无法有可观察市场助于验证的相关资产 或负债的输入值 属于第三层次输入值 这是没问题 观察不到的 那应该是第三层次的输入值 所以这个C是正确的 第五呢 第三方报价机构的估值 大致了解一下就行 那第三节供引价值计量的具体应用 也是一般的看看就可以 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